看完这条资讯我们再来关心两条来自健康方面的消息 由奥克兰乳腺癌专家带来的新的治疗方法 将对新西兰某些类型的乳腺癌早期妇女来提供帮助 这种新的治疗手段为患者减少了放射治疗的时间 也不需要入院就可以接受整治 奥克兰乳腺外科的医生Yraka说 这项技术将是乳腺癌薄乳手术妇女的非常好的治疗的选择 也被称为肿瘤切除术 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摧毁残留的癌细胞 防止复发的可能性 被准断患有早期乳腺癌的女性 应该和他们的医生交流来找到最合适的治疗的方法 目前只有那些50岁级以上的患早期乳腺癌的 零八节为阴性的妇女能够成为这种新型治疗的适用者 临床治疗在20到30分钟后进行单一切除 再服务以3到6周其他形式的治疗手段 Yraka医生补充说 放射术当中对肿瘤的临床更有针对性 因此患者的心肺可能会受到辐射的一些影响 同时会减少乳腺癌带来的美容整形的问题